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同时游玩卢谷湖和道琴雅丁这两个景点,再也不需要绕行1200公里了 这两地之间有一条线路,将行程缩短到了300多公里 这条路线以前需要硬派越野车才能走 不过听说现在路况有变好一些,它就是卢雅县 那今天大家就跟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一条未知的线路吧 好,我们走卢雅县呢,现在刚开始呢就一直就是围着卢谷湖的环谷湖这一条路一直走 好的,看到前面这个路牌没,往左边走就是雅丁了 这里其实已经进入了卢谷湖的四川界内,建议大家在卢谷湖加好游 很不巧的是,我们出发没多久就遇上了下雨 卢雅县其实就是从卢谷湖出发,依次经过乌角湘,一级湘,还有俄亚湘 总共行驶约300多公里便到达了道成雅丁 到乌角湘之前是蜿蜒的盘山路,这一段路况很不错,全百人露面 不过是单车道,汇车时会有一定的困难 开着开着,乌角湘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很小的乡镇 好了,走卢雅县的话,开到乌角湘这里就有一个加油站 看一下,这加油站比较简陋,看一下,只有柴油和92号汽油供应 哦,没有95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条下雨穿行的路,谁想好像都没有碰到过,雨天穿行 而且下雨穿行一条,本来就是泥石流落实比较多的路段 这一段路这边已经整个塌方了 下面是盘山的公路,这里原本是有,原本是这样的话有护栏的路的 结果这一段路已经全部变成这样了,中间这一节已经断掉了 游泥,高空间,木桂,石油,食材,还有枝花マ露 用北日本春天的美国和角户中间的西洋 云霜,尽量宽质的海浪,水,水,水,海浪 鱼,水,水,水,油,水 很快我们就到达了第二个途径点 一级乡 这里还是比较原生态的 这大山里的孩子特别可爱 我们开车经过时 孩子站在路旁都会向我们敬礼 过了一级乡之后就马上开始下山了 这里的弯道大部分都是U型弯 前面的那个陡坡好像挺陡的 哇 这是水 我们上去看一下那个包包怎么样 哎呀 这个水有点 这还小心塌方啊 小心上面掉石头 这里上来 哦 就是一个驼崩一样的 可以 没问题 这个离地间行应该可以走 接着我们驶入山谷间的这一段路 开造于悬崖峭壁之上 在欣赏峡谷的壮美风景时 这条路上断断式式出现的泥石流痕迹 又会让你不由的警觉起来 没想到接下来我们就遇到了全城唯一 柯底的路段 刚刚从车底传来的砰的一声就是我们柯底了 虽然面对这样的路况有心理准备 但正发生时还是心头一紧的 接着我们继续完成这次旅行 结果天空不作美 行驶在这样的路上 天空又下起雨来 峡谷之间的一座铁锁桥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我们在乌角乡问路时 一个客栈的老板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过了铁锁桥之后就都是烂路了 看着车外稀稀利利的雨滴 想着前方可能出现的烂路 我俩默默地在心中给自己打气 过完铁锁桥之后 跟之前客栈的老板说的不太一样 现在这个路还是柏油路啊 只是这边路边的落石 哇落石非常的多 卢雅县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古村落 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它就是俄亚大村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开车狂浪 现在我们在梁山州牧里县的俄亚大村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古村落 这个是有几百年一时的一个纳西古村落 上面的房子的一个建筑群都是由石头和木制建成的 走我们上去感受一下这古老的气息吧 俄亚是个纳西族古寨 有世界上罕见的蜂窝状建筑群 全村两百多户人家的房屋连为一体 乡邻的墙院都有一根独木桥 从一户人家走进去就可以走遍全村 这里的房屋是石料垒墙 白土盖顶的平顶雕楼 这每家每户彼此相连 这是一种团结的象征 当然当年这房屋结构的目的是为了抵入爱底 你看它这种上面还有还有这种天阶 天梯 这里的人应该都不会胖 因为每天要趴好的阶梯啊 哇 哇好威严哦 沿着这四通八达的巷道 我们爬到了这建筑群的最高处 站在这里俯瞰俄亚大村时 与这个古寨隔阂相忘的是一座学校 这座学校的规模还不小 在这大山之中 在这样一个古老的村落中 竟然有一座修建的这么好 这么现代化的学校 它显得额外的突出 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这一点让我们相当振奋 从俄亚大村出来 我们继续往稻城方向进发 这之后的路况 那是相当相当的好啊 这一段天气也转好了 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好好欣赏路边的美景了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道城鲁雅丁 现在呢我们这一段鲁雅县的旅程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因为第一天出发时间有点晚 但是整个的穿越下来的话 给大家的建议是一天就可以穿完这一条线 而且这条线的路况呢 90%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库庄路 然后只有10%左右的非库庄路面 只要不下雨 我们走的时候还下了一点雨 整个的路况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大家要到五湖湖和雅丁之间 道城雅丁之间这两个景点之间 可以选择这个300多公里的这一段路 不错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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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